很开心收到了来自知名家具品牌 横林的两把人体工学椅 雇佣者和Kapler X 两款产品能否成为我们在人体工学椅推荐上的新选择呢 我们一起来做一做聊一聊吧 先说价格 雇佣者官方售价一般在1600元左右 Kapler X的售价应该是在1400元左右 我们带着价格来聊产品 安装方面 两款产品都需要到手后自行安装 需要将头枕 椅背 扶手 座椅 气棒 五星角和轮子组合在一起 实测椅背比较轻的雇佣者我一个人是可以安装的 但是Kapler X的椅背重量比较扎实 拧螺丝的时候需要有人帮着扶一下 不过大家不用太担心安装的是 两款产品都支持顺风上门帮安装 大家可以直接联系师傅来进行一个安装 实际体验上 两款产品都表现出了和我们之前坐过的椅子不太一样的体验 我们一点一点说 两款座椅的头枕都比较类似 宽度和支撑力度都还比较好 支持高度调节和抚养角度的调节 不支持前后纵身的调节 两款座椅的椅背支撑力度都还是比较够的 尤其是雇佣者 官方宣称采用了加宽的设计 肩背部都能感受到明显的支撑 特别值得好评的是 两款座椅都支持四档高达50厘米的椅背高度调节 能够适应更多人的身材和喜好 好评 腰撑是我个人认为 人体工学座椅上体验比较容易做出区别的地方 也是横林这两款椅子体验上最大的特色 先说雇佣者 雇佣者的腰靠支撑体验比较接近行业的主流设计 支撑力比较适中 尺寸比较大 正常坐姿情况下体验比较好 大角度后仰也能随着重力的变化感受到比较明显的支撑 这个Kapler X你看这个突出的弧度就知道它体验不一样 做起来也是这样的 我这个小身板完全压不下去 甚至在标准坐姿的情况下 我的后背都没有办法贴在一半上 非常够劲 尽管厂商的朋友跟我说 可以通过拧这个螺丝来调节张力 但是我都快把螺丝卸下来了 也还是这么大的支撑力度 力道看比按摩椅 不过厂商朋友和我解释说 这是因为很多用户买回去之后反馈说 腰部的支撑偏弱 所以他们就进行了产品迭代 加大了腰部的支撑弧度和支撑力度 他们也非常坦诚地表示 Kapler X这款产品并不是适合所有用户的 尤其是轻体重的用户 可能感觉起来会有一定的异物感 椅面材质上 两款椅子都采用了支撑力比较适中的网面材质 椅面的尺寸都非常大 弧度也都非常可观 座椅前沿加入了添重物 做起来感觉也都还可以 此外两款座椅都加入了前后纵身调节 可以适用更多人的身体尺寸 体验比较好 两款样品都搭载了脚撑 支撑的部位大概是小腿下部分的位置 填充的是海绵而不是网面 不过这款脚撑收进去以后 脚撑的前沿和座椅的前沿是平齐的 双腿自然垂落的时候 收起的脚撑会碰到小腿肚 有点异物感 实际体验中我们发现 这个对个子伤矮的朋友影响比较大 而对于个子比较高的朋友 因为大腿不需要紧贴着座椅前沿 影响其实并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 两款产品都有高达150度的耗氧选项 结合脚撑可以实现近乎于平躺的使用体验 可以成为你午休的好选择 扶手支持高低旋转和前后调节 两款产品使用的都是莱特的四级气柱 全钢支的五星角和金银滚轮 底盘有防暴功能 总的来说相比于我们之前推荐过的产品 恒林的两款座椅适用的人品会更加具体一点 雇用者的尺寸比较大 腰部支撑力度比较适中 适合比较高的朋友 官方甚至直接和我说1米7以上的朋友体验会好一点 Kapler X的腰部支撑力度非常强劲 适合有特殊需求的朋友 两款椅子都有椅背升降调节和座椅纵身调节 结合整个座椅比较宽大的尺寸 坐起来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如果你要问我这两款椅子是不是我最推荐的 或者是说看视频之后觉得这两款椅子不错可充 那么欢迎来到我们9月1号晚上8点的直播间 我来和你们一起聊一聊 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麻烦请投转赞支持一下我们 也请关注我们周五的直播栏目和我们的播客节目 谢谢爱佛科技 我们下次再见